好,畫面再借我 当我们实际走进业主家里面去丈量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你能够画得出来的就这些线 对外的墙线基本上你画不出来 你也量不到 对内的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再来呢,还有就是外面的这个室外的 像这边是放冷气的一个露台 那这个露台基本上要画也可以,不画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不会装修到 再来呢,还有外面是阳台有没有 阳台的部分基本上你也不会装修到的画 如果不会装修到的话,你可以不用画没关系 好,有的时候会装修哦 可能这边我想要加一些什么山木的地板啊 好,想要做成一个什么小花园啊 有可能会用得到 那这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再把它再多画一点 好,看你本身的需求啦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做后面的补墙 然后呢,再来这边线条做好之后 先赶快先存档 好,我们先赶快存档 存在我们的这个张公馆的资料夹里面 好,这个是我们的张公馆平面配置图 好,平面图好了,OK 好,赶快哦,坏一坏要先存档哦 不然的话等一下当机什么都没了哦 好,请你先赶快帮我做到这个地方 好,接下来呢 后面这一块啊 这一块基本上我们应该是户外了 好,或者是走到了 应该不关我们的事了 所以呢,你可以不做,没关系 那我们这边把墙的线补一下 因为这是隔户墙 所以说一般的隔户墙呢 会是钢筋混泥土的墙 或者是,呃,我们的砖墙 好,隔户墙的部分 好,会稍微比较厚一点 15公分 好,因为有隔音的问题 好,会稍微做得比较厚一点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墙呢 我们可以对它去做一个偏移 15 你量不到也不要紧 你就直接做个15的厚度就好了 因为这个其实不关我们的事了啦 好,再来呢 如果说你想要,哦 上这个图面它有一根柱子 那我也想要把这个柱子做表现 那你也可以稍微去画一下 也没关系 好,这边的尺寸告诉我是120 你如果量不到 那你就画个100啊 做一个示意图 基本上也没有问题 好,因为这个纯粹只是 表现出柱子的位置 跟我们实际在做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好,你可以加进去 好,这边是15 再来呢 户外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出来是阳台 好,这边出来是阳台 你也可以直接偏移 阳台应该量得到啦 好,阳台的这一段 应该量得到15 好,因为气密窗的部分稍微厚一点 好,15 所以说这边会去偏移 15 这条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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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稍微再补一下线 这个是我们将来要放气密窗的位置 我们可以先把它定出来再说 有没有 好,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说 我就直接把它 利用导圆角的方式 把它接起来 你画到这里也没有问题 然后呢 如果有阳台的话 好,你想要很刻意的 再把阳台稍微画一下 好,那我们可以再从这个地方 再量一下 你可以量得到业主 从 这个铝门窗的后面 这一段是阳台的位置 是96.5 你也可以把这个阳台的部分画出来 好,啊 阳台不画也 不要紧 因为 我们没有实做到阳台的部分 好,这边呢 就会一直连到后面去 我们就把它连到 这个地方来 把它接起来 连到这边把它接起来 好,这样子做也行 那这边觉得有点空空洞洞的 觉得有点怪 你想要再加一个柱子等等 好,类似像这样子 你再加一个柱子出去 也可以 你要完全的仿造 我这张图面的话 也没有问题 好,抓个譬如说 120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拉一块出来 这样子 做一下 也OK 好,这是我们在柱子的部分 然后呢 到了这边来 这边是 呃 业主的主卧室 主卧室的外面 也会有一个窗框的厚度 好,这边的窗框的厚度呢 我们给它量一下 这边是15 好,一样也是个气密窗的窗框厚度 15 这边出来 这边出来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呢 没有接好 你会发现它这边还蛮厚的 这边在屋主的外面 外面有个栏杆有没有 这边它设计上是可以放一些 种一些盆栽在上面的 好,啊这个是植栽的部分 那如果业主没有要求 你要做植栽的话 那这一块基本上 你也不见得要画 好,所以说你可以直接 再把它接起来 再顺着它 我们把这一段 我们可以从这边 对齐连过来以后 然后呢 这一段我们再接起来就好 这边就算是一个示意的啦 它一直接到后面去了 有没有 好,这边我们等一下再处理 然后呢 这边的厚度也是一样 这是户外墙 户外墙这段的厚度也是15 好,这边呢 我们就去偏移 15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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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这一块的话呢 也是,它这边也是有接跟柱子 那我们这个地方 就直接接起来就好 这边拉起来之后 我这边对齐 再接起来 会变成这一块 那我们再来处理 后面的这一块的部分 那这边有一个柱子 这个说实在的 也不关我们的事 好,所以呢 你到时候在画图的时候 你可以画得简略一点 我就直接从这里 接出来 可不可以 这样接也可以啊 因为 因为这张是建商给我们的图面 所以说它实际的柱子 它自己建商知道 可是我们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 其实这一块 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去动到它 所以你要画成这样 或画成这样 都没有关系 好,这样子就可以 好,好 然后呢 这边会稍微再接一下 这边再接起来 OK 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好 再来呢 会遇到后面这一块 后面这一块呢 是装我们的冰 呃,我们的冷气主机的部分 好,这边呢 也会给它一个15 好,也是15嘛 好,这边再对它做个偏移15 这个墙线还是得做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放窗户 好,墙线的部分还是得做 那至于后面会接到 后面的阳台 那后面的阳台呢 你这边其实你画不太 你上面 其实画不太出来 那你就必须要把阳台这一段 你也要试着去画画看 我这边的话呢 从这里接过来 我量一下好了 就慢慢把它补起来了 从这里到这里是19 我们就直接画这一段 好 该实际去画的 我们就必须实际去画 啊,可以 量不到的 可以稍微做个示意的 我们也可以做个示意 好,288.5 这一段是 288.5 好,然后呢 再接回到 这个位置 好,这边还要再去做个偏移 然后呢 这是户外的部分 那一样呢 这边的墙 感觉起来好像比较厚一点吧 好,一样是15 好,我们就再去做偏移 15 出去 出去 这一段出去 好 好,稍微做个倒圆角 修一下 稍微做个倒圆角 修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阳台 将来要放洗衣机 好,要放这个热水器 好 的地方 好,然后呢 这一段的厚度是15 好,再做个偏移 15 这条线 出去 然后呢 这边可以接起来 做个倒圆角 这边可以稍微修一下 好 然后呢 这边再做个15 这个是将来通往阳台的门 就是这一块 好,通往阳台的门 然后呢 再把这个墙线再拉起来 这边将来是要放门的图块的地方 这边将来是要放窗户图块的地方 好,可以把它接起来 接到这边以后 这边是放冷气主机的位置 所以说这边我们再加一条线 把它补起来 好,也就可以了 再偏移 15 这边过来 然后这边再接起来就好 好,做个修剪 这边剪掉 有没有 这一块就是放AC 就是放冷气室外机的地方 有吗 好 好,请你帮我把下面 把从这边过来 一直到这个地方的空间 稍微都可以先补一下 好,开始补墙外的线了 好,接下来呢 外面这一块 外面这一块 基本上也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了 我们顶多 把窗户 这个部分偏移出来 对不对 这是我们窗户 必须要在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接起来 然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从 譬如说从这边 就直接拉到 这边去接起来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 好,因为呢 后面这个地方 基本上 我们也都不会装潢到的 因为这是人家的户外了 好,这也不关我们的事了 所以说这边你要 照着建设公司的图面 好,去做 好,它这边建设公司的图面呢 是我从这边画一条15的线出去 然后呢,我直接再连下来 好,看看是多少 然后呢,这边再连过去 然后这边把柱子的部分 再把它补起来 好,如果说你这边想要再做一只柱子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 再很刻意的拉一个柱子出来 有吗 大小自己去定一下 好,然后呢 这边可以稍微做一个 修剪 好,这样子做也是可行啊 好,也是可行 好 然后这边稍微再定一下就好 因为 原则上有解释过了 这边基本上是 窗外了 或者是户外了 这不关我们的事 好,最后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吗 好,请你帮我把 它的这个平面配置的部分 好,请你帮我完成到这里 好,试一下 好,当我们都画完了之后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去量建设公司的图 是不是很多都是整数 顶多小数点后一位 而且是点五 可是你实际在业主家丈量 有没有可能是整数 绝对不可能是整数 甚至同样的柱子 好,两只对应的柱子 像一些透天的房子 有两只对应的柱子 甚至两只柱子的长度都不一样 因为话是一回事 可是呢,师傅在做泥座的时候 在湖墙的时候 那又是一回事 好,所以呢 你会看到有很多整数 那这是因为这是建设公司的图 设计的时候 不会故意设计成小数点那么后面 但是 实际在师座的时候 不见得是整数哦 好,所以呢 你拿到室内设计 你拿到这个现场的图 你拿到这个建设公司给你的图面 不要百分之百的相信它的图面 一定要到现场再去丈量一次 有人说,我拿到图面了 我就可以不去了吗 我们不会这样做啦 一定会再去现场丈量 因为尺寸一定有误差 甚至误差会到好几公分 好,那就会针对你在设计上 你所能够取得的一些 这个实际的一些柜体的深度啊 可能就会有影响 好,这一点倒是要注意一下 好,好 再来呢 我们用这个图面来算一算看 屏数是多少 屏数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空间 假定 我从这个地方 拉一条直线 把它封起来 有没有 我把它封起来 我要算这一块的面积 不包含阳台咯 好,我们要算室内的面积 因为有的时候室内面积 会影响到 你将来如果要对它去做装修 你可能要收到设计费要多少钱嘛 好,你会去做 那一般来讲就是 有多少 你做多少 我们就算多少 好,譬如说我今天的 浴室没有要做 那就请你把浴室封起来 到时候这一块不要算到 浴室业主没有要做 你就把这一块封起来 好,后面这块是浴室 好,就把它封起来 好,就是你真正有师座的空间 我们才会去算 师座的平数 好,这点倒是要注意 好,那我们这边不算那么细 我们就算全部的空间是多少 但是要扣掉阳台 扣掉露台 好,那这一块呢 我们就对它去做什么 对它去做一个建成好了 然后 就是这一块区域嘛 扣掉墙的区域哦 扣掉墙的话 Enter 好,室内的镜面积 点选它之后 右键的性值 你会看到这边 会有一大堆的数字 一大堆的数字 可是呢,这个是 石镜位的 是平方公分或平方公里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比较习惯是几平嘛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几平怎么算 一平方公尺 等于0.3025平 好,一平方公尺 等于0.3025平 我再去乘以0.3025 得到的就是我的室内的频数 好,所以说呢 你拿到的这个数据 除以1万 这个就等于是平方公尺 然后一平方公尺 等于0.3025平 我再乘以0.3025 好,Enter以后 你会得到 我的室内频数才23点多 而且呢,是什么 是扣掉墙面的啦 好,是扣掉墙面的 你如果墙面拿掉 又会再更大一点 所以你会发现 墙面会影响到你的面积哦 所以说今天 现在房子都比较小 所以说建商呢 比较奸诈 都是用轻隔间 他不用钻墙隔间 因为钻墙隔间 差不多又会变成 多了3公分、4公分 那这一多 是不是你的室内又变得更小 你可用空间又变得更小 好,所以呢 这个地方会比较 呃,会有一些取舍 就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 现在很流行都是做轻隔间 因为墙可以变得比较薄 好,但是呢 隔音就可能比较差一点 好,那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好,好 就会得到23.4平左右 我们就知道了 好,这个室内的进空间 是23.4平 好,你也可以稍微去注明一下 既然已经有算出来了 我们或许就稍微注明一下 室内 好,进屏数 因为呢 你到时候可能还会再去算 呃,客厅的屏数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 主卧室的屏数啊 等等 好,23.4平 平 OK 好,可以稍微 既然已经有画了 就稍微注明一下 好 字可以大一点 有没有用到 不知道 但是呢 既然已经做了 那我们就稍微给它 注明一下就好 好 好 这个就先删掉了 OK 好,请你先帮我完成到这里了 好